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二十年间正好是打了十届全国个人赛 洪荣华是十连冠 然后八零年在四川的乐山 就是有大佛的那个地方 乐山大佛 那个地方刘道华一举成为了新的新科传 也就是终结了洪荣华的这种连霸的这种势头 所以说柳道华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好 我们还是一边摆棋一边再跟大家聊 好 黑方走炮二平散 足底炮 足底炮 红方再走当头炮 黑方向三进五 对 因为这个补三项呢 也是历来呢 受到了大家的这个推崇 因为它步调比较合理 第一个它中路稳妥 它中路有一个子啊 它老将是一个保护 另外呢 就是补三项呢 它配合这个足底炮 这个马呢 除了鞭马以外 还有拐脚的去向 可以根据这个对鱼的需要 比如说将来这个足三级冲了 它就马二进四 马四进三 有这个或马四进六 有的时候呢 根据需要还可以马二进一 所以这个马呢 是比较灵活的 所以补三项呢 也是得到了 航家礼首的这个喜爱 走得最多 现在应该是最主流的 历来都是第一位的 自从有了这个仙止路 逐变这个双方演变以来 最早啊 这个仙止路啊 不被大家看好 当时浙江呢 有名老旗手 你知道是谁吧 不知道 叫刘仙仁 刘益慈 这是浙江队的这个 老的这个选手 当时可能还没有成立浙江队呢 就是浙江的老一代旗手吧 他就特别喜欢走仙止路 所以任宋雅浩 刘仙仁 但那个时候呢 大家还没有认识到仙止路 这种高庙 精深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成为主流 甚至连阳光林 洪如华 他们都很少走 你看你们那个阎老师 阎老前辈 按说你们 更是有些了解 你看他的欺负 几乎没有仙止路 他都是炮马争雄 对他都是当头炮举动 当头炮 寻火炮 那个是老谱举动 但是到了现在的这个洗手呢 仙止路呢 你现在看那个高手 没有哪个高手不走仙止路 都或多或少走 你像吕欣老师走的是最少 他可能还是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更多 因为吕老师可以说 他最主要是80年代就成名 他八九十年代就是很厉害的选手 但是他仙止路后来走的也不少 但是他早期走的很少 对 那么就说仙止路呢 他最主要是比较灵活机动 另外呢 他可以根据需要呢 走从中炮走回中炮 或者形成实际器 他是接见于这个 这个进攻和防御当中呢 就是这种阵型两种可能 就是他很灵活 他既可以走成实际器 也可以走成这种中炮阵型 反正也是他的选择 对 然后何一方呢 接下来走呢 现在红旺走 该红旺走 红旺走适的就 就是这个里边变化特别丰富 先不是 那我要问你 考你一个小问题 你知道这先知识是谁先走出来的吗 还真不知道 就是大世纪以上 全国正式比赛第一个走出来的 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那你看了这个读的书不够 还得多读的读 回去补习 这个十六近五啊 是由这个原来浙江队的主教练 陈耀昆 他先走出来的 在八十年代 陈耀昆呢 就号称呢 叫小诸葛 布局 这个飞刀的加工厂 布局兵工厂 这个不是呢 他的好处呢 就是削弱了黑方 这个足底号的威力 你足三级不能走了 将来呢 他可以再调整阵型呢 来尽可能发挥这个 欺兵的这个作用 它是这个作用 但是他有弱点 就是他整体呢 作为红方推进攻势来讲呢 他速度有点放慢了 但最近呢 又有棋手呢 这个大量的使用 这个最主要是 跟那个第二次改革 有重大的关系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方麻烦进去 红方 马二进三 黑方足迹 这个拱旗族也可以 先出局也行 会有不同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对 先出局也可以 因为红方再出局的话 红方 抛八剑四 对 黑方多了一个 抛八剑四选择 如果你兵三级 黑方就可以 抛八平机压住你 就是说这儿 这个局面上来看呢 局部上来看 红方是不能够 这个居于前进的 黑方 虽然 被红方攻击了两头蛇 但是这个有压马的 这个补偿也是可战 所以这个旗呢 就会导致很多变化 如果你先出局 红方一般就不走直距 而是先走两头蛇 那黑方呢 这个时候可以走 也有走马尔进一的 也有走抛花瓶酒的 就是有很多种变化 本局呢 黑方还是走最传统的 先拱七足 不给红方先拱 红方出局 黑方出局 红方再生巡逢局 这个刘明呢 就是执黑方的这个七足呢 是来自宁夏的一个帅哥 刘明呢 通过自己不断的这个努力呢 现在呢 是终于呢 这个在象甲当中呢 有了他这个一席之力 因为刘明最早呢 是一个业余选手 他呢 最早启用他的呢 是河北金融建设队 对 严文星老师呢 先启用了这个刘明 刘明呢 这个通过这两年的锻炼呢 应该说还是 有所这个进步 基本能够稳定发挥自己的水平 特别是最近呢 还大方一彩 战胜了这个河北名将 申鹏 还把谁赢了 还赢了一个孙永征 还把这个全国军孙永征也干掉了 也是特别厉害 对 所以说 这个刘明呢 也可以是作为现在的 业余棋手出身的一个 比较突出的代表 参加象甲决主 那么宁夏历史上 一共有两位象律大师 一个是年轻的刘明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比较老的这个棋手 可能你都没怎么见过 叫王贵福 他是上海的知青 上海的知青呢 那个老一代呢 就插队到 宁夏了 然后在宁夏就是落户了 叫王贵福 他呢 也是国家级的这个象棋大师 宁夏呢 历史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大师 非常难得 前不久呢 正好是讲柳大华的棋 我跟柳大华老师呢 随同那个中国 这个棋义代表团 就中国象棋协会和中国维基协会共同组成的这个代表团呢 来到了这个宁夏 进行那个推广象棋 宁夏当地呢 这个民风的特别淳朴 而且热爱喜爱下棋的朋友也非常多 我们去了这个隔壁胜地 那个就是六盘山的那个所在地 顾远 还有这个宁夏 那个当地的 就是那个省会 银川 继承了两战这个表演赛 应该说也是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效果 红方走7204以后呢 黑方走炮8拼酒 对 这个自然腰队啊 也是可以 此外呢 也有走马上进一的 也有走十四进五的 先不是 对 先不是也可以 这个武汉正维同走过 前两天 那个天一这也走了一盘 这也可以 如果你队完兵以后 黑方又炮8退役 直接来攻击你这个散路局 也值得研究的一招棋 黑方实战走炮8拼酒 那红方就G2进五 接受这个队局 黑方 登掉 这个棋呢 就是最早啊 你看那个八九十年代的棋谱啊 红方都是走G2平六 然后黑方马上进一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改进成G2进五呢 是 后边的 我待会再说 就是走G2平六的马上进 我们先把这个表演讲完了 红方炮8拼六 黑方G1平二 红方 马上8进七 黑方16进五 这是这个八十年代到九年代比较流行的谱 这感觉就是说红方这个棋呢 不好去这个进一步发展 如果你冰酒G1的话 黑方可以走炮的内衣啊 不起一个灵活的这个阵势 这个棋局呢 应该说呢 就是 黑方的棋型呢 别有弹性 红方也不好去进攻 那这个棋谱后来呢 就是红方感觉到 没有什么活力了 就选择了G2进五 对局 对局最早也有人对 对了局以后 觉得这个棋啊 这个这边太慢 然后打一枪 那个时候都是最早走这个边马呀 嗯 或者什么 飞巷这个巨多 嗯 那么后来呢 这个最流行 大家看到这个棋谱啊 都是走边谱星移 嗯 这招棋呢 最早呢 是由这个 现在代表私人的武俊强 对我在现在联赛里边走过来的 哦 就说武俊强呢 通过自己的研究呢 他对这个兵武俊强呢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嗯 之后这招呢 得到了众多高手的这个肯定 嗯 就是很多选手都在走这个部局 嗯 啊 我自己也我也走过啊 我跟郑维彤下过一排 那时候郑维彤还不成熟呢 嗯 反正杨光临背嘛 我就把他赢了 他当时走的马八进七啊 呃 我跟郑维彤走过一次啊 那个当时郑维彤走这七也很熟练 嗯 嗯 啊 郑维彤走这七 洪志走这个七 王天一走这个七 蒋镇走这个七 嗯 就说的高手当中啊 有很多人 很乐于下虎防 而且胜率呢 非常的高 好 嗯 当然现在呢 这个部局还在不断的 这个双方演练 较量 嗯 这个棋的特点呢 红方就是等于是 先拱起个中兵来 嗯 对以往的这个先跳边马呀 还要先补像这些呢 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嗯 改变在哪呢 就是黑方肯定要马上进次登塔 对 红方呢 他走一个炮五平六 他对着你这个马 嗯 他最主要的意图呢 就是你居平二的时候 来走居平二 红方呢 可以有一个炮八平六 打马是一个先手 嗯 利用这个先手呢 再去做腾挪 盘面上的红方呢 多出一个中兵 这是将来红方呢 哈 进一步拓展先手的一个后备力量 嗯 但是这个棋这么走 黑方行不行 也可以 黑方这么跳马 嗯 红方在马发进九 黑方碰住 这个棋如果你接受黑方这个马的位置就比较好 好 红方可能要弃这个 嗯 黑方再过来 这点双方呢 黑方固为三组 红方呢 有一个中兵 嗯 也可以说的互有顾忌 好 双方对象先手 嗯 这是黑方的这种做法 时代当中呢 黑方 也马上一次去登炮了 嗯 红方炮五平六以后呢 嗯 黑方选择的是马四金二 下一步准备 刘明呢 这个 前面这个几轮棋啊 嗯 吓得并不是很理想 嗯 但是他的这个棋手呢 这个逐步呢 调整这个状态呀 嗯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右营 这个 孙鹏啊 孙永生 最近这个几轮表现比较好 嗯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他这个深层次字 嗯 原因 因为我前两天正好去了这个宁夏呀 嗯 他这生活上呢 有了一些变化 嗯 他是新婚燕耳 哦 所以说呢 这个人风喜事精神爽 嗯 那么最近一段啊 就表现的比较好啊 嗯 当然这盘棋呢 刘明发挥的并不太好 嗯 走到这儿呢 洪方是走的马八进七 因为前日子向西进五走的比较多了 他走马八进七 啊 刘老师 这个期应该也是有备而来 对 好 那么这期到底后边的变化如何呢 我们稍后呢 再向大家呢 继续讲解 嗯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将跟大家一起呢 继续呢 来 分享这盘对局 嗯 当洪方走马八进七的时候呢 就是以往啊 嗯 黑方走 炮的进三比较多 这条期呢 也比较 干脆 嗯 就是炮打出来 我将来呢 你如果推炮 我将来就多了一个马二进三的选择 嗯 你如果进炮来压 压住我 我就马二进三把你换掉 嗯 换掉 打掉 黑方在出局 是出这个还是出这个 呃 局平二吧 就是说简单 他不让他出这个 你飞向 我可以再炮三第一压一步 嗯 这儿的局面呢 就是说 整体上来看呢 嗯 双方这个差不多 啊 黑方也可以接受 他用炮兵种上面 对 因为这个炮将来还可以打这个兵嘛 啊 你出局 他可以打这个兵 嗯 就是这个旗呢 红方呢 便宜呢 不是那么大 嗯 稍好一点点 这个就是说 黑方呢 我觉得他可以考虑呢 就这种走法 选择炮三进三 对 但这个旗呢 就是说双方啊 纠缠的比较紧 嗯 然后下这种旗呢 你就是需要很细心 前后呢 要搭配的 嗯 比较合理 我觉得这个旗应该也是功夫旗 因为在男子旗手里边呢 这个旗是走的比较多 在女子旗手相对而言 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 一般可能女子旗手 是不是觉得理解这个旗有难度 对 或者说掌握起来 比较复杂 比较困难 嗯 这个旗呢 就是说黑方呢 他实在走居于平四 这招旗倒也不是说的 绝对不行 嗯 但是不如炮三进三呢 简单 嗯 嗯 那这个时候 红方把六楼炮呢 退回底线 嗯 好 现在很明显 黑方是少了一个族 但是这个族呢 什么时候把他追回来 如果这个旗怎么下 嗯 这个呢 就是很有讲究的 实际上这个旗呢 就是说 黑方呢 我觉得应该走马尔基尼 来加强一个反击 对 因为我马尔基尼 登你这个兵 嗯 那可能要飞个下 对 你只能飞下 我就马尔下 直接马尔基尼 对 我把这个马给卡在这 张老师 这个旗能不能走 居四进六 啊 也可以走居四进六 居四进六 大致跟这个变化呢 也差不太多 哦 哦 呃 就说 红方也可以马尔基尼 你马尔基尼 他在跑八瓶六吧 他将来气个室 嗯 其实他冰快 啊 当然你你马尔基尼 我 你也不见得马尔基尼 马尔基尼 他跑平六 你只能登将他支掉 你吃掉 然后他将来 这个中兵 我觉得 嗯 好 他动得快 嗯 就是黑方也可以马尔基尼 嗯 然后红方再攻农兵 黑方再跳马 嗯 形成这么一个旗 这么一个旗呢 就是说 黑方这个居马啊 嗯 对红方左翼呢 还是有压力的 红方暂时呢 这个边发不了力 嗯 就说你出居 你将来可能 这个炮怎么动呢 也是 嗯 费一番脑筋 所以这个旗黑方呢 也有 抗衡能力 嗯 所以黑方这个旗呢 应该是 这么走 但是他实战当中呢 这个流明啊 嗯 可能就是忽略了 这些子力配合的 这些因素 嗯 他走了一个 炮三进三 表面上呢 是吃了一个兵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兵啊 吃了不见得是好事 嗯 因为你兵一吃 你整体的这个阵型 就不协调了 嗯 这个旗红方也可以走马七进 这条旗也很好 可能比实战的走法 还要好啊 因为你炮如果动 我炮到平时 要打局先手 嗯 那你可能就得进 我打局 你只能平局保炮 嗯 然后我飞你 嗯 你只能再逃 虎猛兵武器 你看这个兵马上过来了 嗯 下午要马武器 那我去登霜啊 还有这些旗 对啊 居酒瓶吧 居酒瓶吧 啊 这些都是先手 啊 所以说这个旗呢 黑方呢 就很难受 实际上 实际上马七进武走的 就是最为干脆的走法 嗯 那他失落当中 柳大华老师 选择的相机进武 嗯 也很好 柳大华老师呢 这个今年已经是 啊 六十好几了 六十七岁了 六十多 啊 六十七岁 他是武林年生人 啊 这个武林年生人 嗯 就是按照南方的讲法嘛 就是六十七 啊 应该说刘老师呢 他非常敬业 对 他之所以还能活跃在 这个旗台上呢 应该说这个 他一个旗本身的功底 也很深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很敬业 他经常呢 好 这个加强研究 所以一般到这个岁数呢 99.5%的人都做不到 对 而且在今年这个快旗的 赛制当中 应该说是对 旗手的要求特别高 因为是快旗 而且刘老师 他作为一个老旗手 应该说是 发挥的也是特别好 经验还比较丰富啊 他前日子那个 把赵新兴砍掉了 对 这本来那盘旗呢 也是在西安下的啊 本来我想给大家讲 好了 但那盘旗 由于这个太长了 对对 而且里边的战术太多了 嗯 如果你要讲的太省略的话呢 可能很多精彩的内容呢 不能去说啊 嗯 说不出来的话会有些遗憾 嗯 那红黄相机进行也是可以的 嗯 黑黄炮三纪一 红黄接下来出局 黑黄接下来走局四金六 嗯 红黄接下来走兵五纪啊 他这个中兵就渡河了 嗯 这次的比赛呢 就是前五轮的比赛是在这个西安进行的啊 这个第一站比赛得到了这个西安世博园的这个独家国民赞助啊 再次也代表七手们向这个陕西省这个方方面面啊 为这个向甲做出这个辛勤努力和这个啊 赞助支持的朋友们啊 表示感谢 嗯 另外呢 这个本次的这个全国下载联赛呢 嗯 也是得到了这个腾讯棋牌啊 对 这个天天象棋的这个独家欢迎赞助啊 它是总冠名 嗯 特别是天天象棋呢 有这个APP呢可以下载 也欢迎大家呢 这个用您的手机或者用iPad 直接呢 这个去下载一个 下载那个APP 然后直接在手机上面呃 就可以观看我们的比赛 而且呢 在直播的同时呢 我们会有直播的那个讲解的人员 让您让您的那个观赛体验能更好 对 就说的 现场直播 现场讲解 好 双网旗下 希望能够得到我们众多旗友的这个喜欢 可能大家很多这个消息有时候还不是特别熟悉 如果那个呃 听到我们旗友以后呢 这个就可以下载这个APP 另外呢就是即便您错过了比赛 又是舒服了 索性这个旗就不如这个炮三瓶酒 就强行打冰算 红方这个旗呢 他感觉要跑到瓶酒 然后黑方走这个平均压马 红方感觉要跳 然后黑方再来对局 哦 就这个旗呢 肯定是红方略用 但是黑方呢可以延缓整个红方的进攻的速度 兵足现在也不少 位置稍差一点 问题不大 就说这个旗呢 还有很多战线呢 可以去坚守 嗯 他这个棋 黑方没有炮三瓶七打 他走了一个足三瓶 他是想着这个足三瓶 他也冲过来 哎 冲过来来跟对方对象牵手 对 结果呢 这个形势就更加的被动 啊 红方就 炮二瓶酒 炮二瓶酒 嗯 八瓶酒 你这个二瓶酒就不好动 啊 黑方 干脆就足三瓶一堵合 冲过来 嗯 然后红方走一个局 八瓶六 压住 那么黑方看 主要是他左马也上不来 嗯 然后黑方退局对局 啊 红方 局 八瓶 本来那红方对调也是占优 你看对调 他知道马尔金斯 赵老师您分析一下 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棋 大家都是马炮棋啊 嗯 那怎么去判断 他这个优劣呢 这个棋有关 到底实战优的问题啊 嗯 这个棋也比较好判断 嗯 就拿这个棋来讲 红方的优势比较明显 嗯 因为他的位置 好 嗯 而且速度快 中兵呢 渡河了 你这个族逃不掉 逃到马五瓶六 嗯 又打马又灯炮 嗯 又灯足 嗯 那你炮三瓶七的话 他可以兵五瓶六 把你这过 族用马 灯掉 消灭 这个棋 就说下三局 那一个是位置 嗯 好 也就说你子力的结构嘛 对 另外一个这个物质力量 是不是多事项 多足 嗯 这个综合来看 基本上都是这么判断 嗯 所以这个残局呢 红方对了狙呢 也是占有 但是 就说想 赢棋的没有那么快 嗯 好 那么 刘大华呢 看来是对自己的棋 比较自信 嗯 他就是保留狙了 他狙八退一 黑方狙四平三 这里边呢 实际双方也是在不断的较量一个想法 嗯 呃 实际上我后来专门看这盘棋的话呢 嗯 还真是对立局的形式呢 作为红方来讲 是更容易把控 嗯 好 当然说这个柳大华老师呢 他有他的这个想法 嗯 一般来讲走的是 感觉应该并不平六 锁住他 嗯 不让他动 嗯 然后将来再去动 嗯 但他实战当中呢 他就很期待 他走了一个炮 九平八 先把马搭回去 当然这个棋呢 表面上看呢 黑方还是有去 他已经对局 嗯 我感觉 黑方这个棋 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对局 对了呢 我们说了 就是黑方呢 还是能下 嗯 那红方 压 他都不利害 红方最主要是退 这种棋厉害 嗯 那您先得让一步马 对 那你马呢 就得还得向回退 退马 对 退马呢 这个棋的红方呢 可能将来就是有 冲兵 对 可以下兵 下兵把这个撞 对 有机会的话 这个兵呢 将来挨着像 另外他将来这个马呢 也是可以随之跳出来 嗯 其实这个棋 还是红方呢 这个占优 嗯 那黑方呢 就是 由于他这是一个先手嘛 嗯 黑方就走马二对三 对 先把这个马呢 退回去了 然后红方就走马七进五 这棋确实是 双方这个子力 都缠在一起 嗯 嗯 双方呢 都是有很多这个 啊 回旋的空间 嗯 那黑方实战呢 他先走足三瓶四 足三瓶四 红方 马五斤 马五斤四 就翘上去 然后黑方走 炮他名酒 来打这个变命 嗯 这个棋啊 我觉得一般的选手 可能走到这 会考虑把这个换掉 嗯 因为这个马呢 在后边 换掉他一个炮呢 削弱黑方这个 后裔的防线 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而且开局马换炮 应该也算是比较划算的 对 实战当中呢 红方就选了一个 兵五平六 嗯 啊 他呢 这个选 兵五平六 这个棋 黑方说什么 应该走炮九平一 来牵制底线 嗯 黑方还能够坚守 嗯 亏是亏一点 嗯 但是他实战呢 他就是走了一个盲棋 嗯 就是快棋造成的原因 被红方马换炮掉 嗯 就是白灯了 对 这个棋形势就急准之下 对 嗯 本来是双方呢 这个 还是有其可下的情况下 嗯 被红方呢 净夺出一个骨骼兵 这个可能是 我估计刘明啊 嗯 这是一个 比较大的失误 嗯 他跳马 红方 马换炮 马三进五 黑方接下来呢 是马七进五 这个时候红方又走了一个好棋 啊 他走了一个 兵六平五 嗯 马驱灯驱啊 那他驱肯定要 只能跑 驱三进三 如果你登中马他可以吃 然后红方马五进七 往上跳 这儿红方呢 就是顺水驱肉 对 把这个两马呢 都运到非常好的位置 对 黑方呢 走马五进三 红方就马六进七 红方等于子力的 盘旋而出 对 黑方啊 应该说这个棋呢 他走了一个马三进五 他马三进五 结果红方 居八进四 嗯 黑方呢 最后一步走 炮九进一 结果被红方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把那三龙马呢 捉死了 对 这儿呢 这个棋 黑方呢 可以说就失子失事了 就主动身负了 当然黑方有马五进四 但是这个棋呢 也是要丢子 嗯 一将他知道你 你将他有个马 就有回马的这个好棋 是 也能够必然得子 对 最终呢 这盘棋呢 是红方刘大华呢 战胜了黑方刘明 应该说呢 刘大华老师确实呢 老当义壮 对 在快棋赛当中呢 在联赛当中呢 还是发挥的不错 是 当然后来这个刘明呢 也是支持而后勇 嗯 后来越战越勇 那好朋友们 今天的这盘对局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分析到这里 也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希望您继续 关注象棋 更多的比赛 更多的赛事 好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